其实今年是2019年 也就是说我们马来西亚独立是61年 其实一个价值年等于60年 所以也就是说2018年 它踏入2019年 这2018年在我们政治上 不管是政治啊 不管是经济 对我们的国家的动荡是非常的大 所以说当它踏入2019年的时候 我们马来西亚已经经历一个 改朝换代的一个年代 所以在2019年 它的政治上半年的政治 还是会比较动荡比较不安 我们的人心不管是政治也好 在经济方面 经济也是会比较动荡不安 如果是整个在下半年来说 我觉得如果是你们在各方面 不管是在股市方面 或者是在投资地产方面 你们真的是要 真的是要看好 因为我们如果自己有能力 有多余的钱 你们建议你们先把自己的一些钱去投资 你们我不建议你们去贷款 回来去投资 这样对你们的 即使真的是有什么损失都好 它的损失能够降到最低 所以在下半年来说 未来这另外一个假指年 就是2019年 未来的10年来说 我还是觉得 其实在马来西亚 那个国运 它这一两年 还是会比较属于动荡的一个阶段 可是我觉得是在2020年 我们马来西亚是因为红颜嘛 所以说在这个红颜里 2020还是不错的 所以就在这个投资方面 希望大家能够还是尽自己的能力了